如果您想购买二手iPhone,苹果官网在最新支援文件中分享了如何检查二手iPhone,为什么要买二手iPhone,Apple设计的产品经久耐用,并为软体更新提供业界领先的装置支援,这意味着iPhone的使用寿命比其他智慧型手机更长,而二手iPhone可能是拥有iPhone的绝佳方式。 如果您在网络上购买二手iPhone,请注意下面六点,一,从可靠的卖家购买,二,了解退货政策,三,了解卖家是否对他们的二手设备进行了认证以及该过程需要什么,您应该能够了解四,他们的认证流程以及他们检查的内容, 五,如果可以的话,找出iPhone是否有任何物理损坏,电池的健康状况以及iPhone的零件和维修历史记录 六,如果iPhone处于启动锁定状态,请误购买。收到iPhone后请进行检查。如果它不是您期望的状态,请将其退回。 如果您亲自购买或购买后检查iPhone,您应该能够检查iPhone的物理状况以及它是否正常工作,您还应该了解电池的健康状况,检查是否有损坏。 严重损坏可能会影响iPhone的功能。如有必要,请从iPhone上取下保护壳和所有配件。检查显示幕上是否有刮痕。 检查iPhone的侧面和背面是否有刮痕、磨损和凹痕。检查闪电连接器是否有损坏或碎片。 开启iPhone。您应该会看到锁定荧幕Hello荧幕或iPhone锁定为所有者荧幕。如果iPhone无法开机,电池可能会耗尽。尝试为iPhone充电。 如果电池无法充电,请勿购买iPhone。如果您看到锁定荧幕,从荧幕底部向上滑动在配备Face ID的iPhone上或按下主荧幕按钮在其他iPhone型号上来解锁iPhone。 如果iPhone受Face ID、Touch ID或密码保护。并且您在卖家处,请要求他们抹掉iPhone的数据,以便您进行测试。 他们可能需要按照再出售。赠送或已就换新iPhone或iPad之前该做什么中的步骤进行操作。 当您解锁iPhone并看到主画面时,您可以开始测试一些内容。 如果您看到Hello萤幕。如果您在萤幕上看到各种语言的Hello,则iPhone已被删除。 您将无法在此状态下测试它。因此您需要对其进行设置,包括启动它。 了解如何设定iPhone。当iPhone设定完毕并且您看到主画面后,您可以开始测试一些内容。 如果您看到iPhone已锁定所有者荧幕。如果您在开启或唤醒iPhone时看到iPhone已锁定为所有者并且您与卖家在一起,请要求他们输入密码以关闭启动锁定。 启动锁旨在防止出所有者之外的任何人使用其iPhone。如果启用了启动锁,请勿购买iPhone。 如果您在线上购买iPhone,并且荧幕上显示iPhone已锁定给所有者,请退回iPhone。其他还需要检查一地方还包括。 1.检查是否更换了任何零件。 3.找出iPhone是否被锁定到营运商。 4.连接到WiFi是否正常。 5.检查按钮音量、电键按钮。 6.测试iPhone相机。 7.测试iPhone喇叭扬声器。 8.测试iPhone麦克风。 9.检查iPhone显示荧幕。 如果二手iPhone开机发现启用锁定或是电池根本无法充电,苹果建议请勿购买。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。